大家好,我是小枫风 本期视频咱们来测试今年第一台小尺寸的AI9-HX370的设备 这台设备是GBT新出的8.8寸找让全能版Pocket 4 机器可以通过翻转屏幕切换笔记本的形态与平板的形态 首发的正式版会有三个配置 包含8840U,HX365和HX370 预售价4999起步 我手里的台是32加1T的HX370版本的工程机 机器的AC一面采用的是铝合金的CNC工艺 一面是塑料材质 整机是极简的纯黑色风格 只有A面中间做了品牌logo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基本参数 CPU搭载的是最新的锐容任务AI9-HX370 掌握的是四大核八小核的架构设计 L3缓存24兆 最高加速频率5.1GHz 核显是目前最强的AMD 890M VRDNA 3.5的16CU规格 对比上载780M核显增加了4CU GBT P4的末日TTB是28W 所15W Time Spy显卡跑分是2470分 释放到28W之后可以达到3500分 对比8840用28WTTP的显卡分高了500分 而3单核1945分 多核16380分 内存是版载不可更换的32G LPD调5X 7500M的内存 屏幕是8.8寸 2.5K分辨率的LCD原生竖屏 支持要塑色的刷新率与实践出口 用爱色的Describe Pro实测 屏幕亮度470L 色域覆盖为98.9SRGB 92.7%P3色域 硬盘为凯霞的ET固态 读取3500 温度最高51度 写入3.4 温度最高63度 TF卡槽闪电金卡读取92 写入80 网卡是Intel的X210 电池45W 官方标称重量是785g 本期视频包含开箱 外观结构对比 屏幕外放对比 口机测试 8-30W游戏周边测试 筷子开个箱 包装内部很简单 极其的本体 一根数据线 一个100W的充电头 金属的A面还是比较容易沾指纹的 看一下机器的侧面 机器的外观 大家觉得可以给多少分 拿8.8寸的GBT P4 对比7寸的GBT Mini P4尺寸长 20.7厘米 宽 14.5厘米 厚 20.2厘米 机器转轴的阻尼做的比较大 没有办法单手开合 可以做到180度无极调节 但是转轴阻尼 对比Mini来说还少小一些的 平轴的稳定度做的还可以 不会随便的晃动 屏幕转轴还支持180度逆时针旋转 这种状态合上就是平板模式 两种状态合并都会有磁力自动吸附上 展示一下P4的平板模式显示效果 转转合并之后 接分出依旧颜色合缝 P4的上边空略窄于下边框 左右两边是等边设计 屏幕边角采用的是圆弧构的处理 左侧边空有一颗5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8.8寸的屏幕外接不加手笔 没任何问题 两厘米后的机身可以比较稳定的加注 键盘左上是鼠标三键 中间是GPT的logo 右上部分是触摸板 触摸板是谋杀材质 触控很灵敏 不支持按压 键盘藏着是标准键盘布局 按键手感跟上代P3差不多 键帽略大于手指 键程不长回弹适中 方向键是半光设计 键盘带白色背光可以关闭 目前键盘灯不支持长亮 对比mini的键盘布局 过一下机身的接口设计 正面的右手边是电源键 右侧是一个USB2.0接口 一个3.5毫米耳机口 左边是HDMI2.1接口 一个USB3.0接口 背面右左往右一次是 RJ45有线网口 USB3.2进2的Type-C口 USB4接口 可更换TF卡槽模块 自带的TF卡槽模块拧下两颗螺丝就给取出 可以自行购买更换视频输入模块 和4G的全网通模块 要额外注意一下 自带所有的模具都进行了调整 所以说买P3模块是无法用在P4上的 GPDP4的拆解非常简单 取下机身底部5颗螺丝和背面2颗螺丝之后 第一面可以直接取下 没有卡扣设计 只有一个硬盘位 固态支持2280的单面规格 更换非常方便 官方表示 单准拆机更换固态的话 是不会影响保修的 一定不要忘了你上背面这两颗固定螺丝 P4机身重 774克 加D8手柄 951克 加G8手柄 1090克 这两个手柄加8.8寸的P4没任何问题 我改的全金属迷你重690克 P4屏幕出场偏冷色 较速到6500克色温 屏幕保护度接近OLED屏幕的手机 对比mini屏幕的显示效果 测试机器的外放 10万23度单考CPU测试 人声为风噪 47分贝 机器不电高 CPU单考50分钟后 CPU稳定30W 大核频率稳定2.8G 小核频率稳定1.9G 核心温度81度 机器电高 CPU单考60分钟后 CPU稳定30W 大核频率稳定2.9G 小核频率稳定2.0G 核心温度75度 考验过程中 屏幕左侧30度 右侧35-40度 键盘左上角40度 右侧30度 机器右侧边28-33度 左侧36-40度 背面右上40-43度 卧持区域30度 P4低电关机充电速度 为40W左右 充满电大概需要60分钟 轻度办公或者开视频 虚光可以大概维持9个小时 下面开始设置 8-30W关闭FSR 测试890M对比780M的 纯光纤性能 MING PAO B FIL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后续正式版三日还会继续改进 第二 P4的整体模具进行了重做 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 重量还控制在700多克 第三 机器标配两个A口两个C口 支持HDMI 2.1 千兆网口等丰富的拓展接口 第四 对比上代1200P60Hz的屏幕 升级到205K 144Hz 第五 支持多种可替换的拓展模块 拆卸更换都很方便 下面是缺点 第一 触摸板不支持压杆 会比普通的七毛本 降低一些使用体验 第二 按键的背光不支持长亮 只能触发的时候短时亮起 夜间打字会有点不适应 第三 方向键采用的是半高设计 影响手感 第四 机器只有一个单硬盘位 或支持双面的2280固态 硬盘的拓展性比MAX2差一些 整体来说 Pockets应该是目前 小尺寸的办公本的最强形态 机器支持丰富的拓展接口 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办公场景 屏幕也升级到一块 速度比较好的 2.5KLCD高刷屏幕 有便携设备需求 经常出筛 或者经常户外工作的朋友 比较适合 想顺便玩玩游戏的话 无论是低配的780M核显 还是高配的890M核显 都没什么问题 性能跟便携都做到一个 比较好的平衡 好了本期视频就要坐这里 我是小王芬 想了解更多优质 掌机内容给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